这次终于画了你们最想看的眩牙仿状 它这次的妆容搭配了几个唇色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非常秋冬 因为秋冬皮肤就很容易干 所以第一步还是先用法国大宝做好妆前的保湿 今天要画的是一个比较无瑕的底妆 所以再用NARS的这个毛孔隐形遮瑕液 做一些局部的修正 还是用这个五色遮瑕盘调和一下去遮一下黑眼圈 还有眼尾暗沉的地方 然后换季或者秋冬的时候上底妆 可以在粉底液里面滴两滴这种精华油 这样粉底就比较贴合皮肤 再用这种定妆喷雾去喷湿美妆蛋 这样去按压上妆 上完第一遍底妆之后呢 然后再用定妆喷雾去喷在粉布上面 继续按压一次 这样就可以按压走多余的粉底液 然后让底妆更融合 比较适合秋冬上妆 还是用五色遮瑕盘里面一个最浅的颜色 去提亮一下面不重要 因为这次炫养这个妆面它是非常干净的 为了让遮瑕更融合 这一步这个粉铺其实也是喷得定妆喷雾的 所以再这样去按压就更贴近皮肤 因为秋冬的妆效比较雾面 所以这次直接用零零色号 这个比较接近于肤色的色号 然后去直接用粉布按压定妆再踢去 这样按压定妆的话 就踢去的妆容会比较牢固一点 然后脸周还是用刷子去定妆 这次用的是这种细头的眉笔 然后先梳理一下眉毛 然后从眉中开始确定眉毛的弧度 炫雅这次的眉型呢 就是接近于挑眉 但是没有眉峰 整个眉型的弧度比较上扬上挑 这样的眉型就很适合圆脸 所以脸部比较圆润的画这种眉型 就会有视觉上的拉伸面部 但是眉尾不要超过眼尾 再用遮瑕去修正一下眉尾 眉型还有眉峰 这样让眉毛看起来更精致一点 因为我眉毛毛溜比较长 所以我还会用这种定眉胶去梳理一下 当然眉毛短的可以省略这一步 这样一个炫雅的眉型就画好了 这次眼妆范围比较大 就是防止嫌眼肿 所以要从眼窝开始进行修容 特别是山根跟眼窝之间的交界处 这里要加深一点 这样才会显得眼妆 或者是五官更精致些 还是在眼尾的地方纵向去扫 勾出眼尾的轮廓 顺带带一下卧蚕的地方 眼影这次用的是Zen的一个双色新品眼影 然后先用203里面一个浅咖色这个色号 去给眼皮做一个打底 用刷子去铺满上眼皮 它这次的眼妆范围很大 所以这个积色的范围要大一点 再换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去铺满卧蚕的地方 确定卧蚕的范围 再用Cinema Secrets的里面 这个红棕色去铺在眼头眼尾 还有下眼瞼的地方 做一个红棕色调的一个预染 这一步不用预染的太浓 就是浅浅的 就是把这个色调给铺上去 因为这次眩眼的眼妆 主色调还是红棕色调 但是后续的叠加又带了一点咖色调 然后再用Zen的这个双色眼影202这里面 一个浅咖色调 然后去预染在刚才红棕色的那个范围 但这一步的范围就比刚才预染的那一步的 区域要大一些 然后这一次还要加强一下眼窝 眼头眼尾 还有轻轻的带过一下卧蚕的这个区域 再用202里面这一个带闪的一个棕色 这个颜色其实是有一点偏光的 然后画在睫毛根部 还有下眼前的睫毛根部 因为这个颜色它是带一点偏光的 所以就是不同的角度看 它睫毛根部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这一步完了之后呢 就直接用这种黑色的眼线膏去画出内眼线 然后外眼线做一点自然的延长 现在这个妆面的睫毛其实很重要 所以这一步要把睫毛夹得尽量翘一点 其实我的睫毛也没有很长 但是它这个眼妆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眼影 如果贴了假睫毛的话 眼影就会被弱化掉 所以还是刷到自己的睫毛 下睫毛呢还是先用这个KATE的睫毛打底膏 然后再用这种小一点的睫毛刷去刷一下 然后睫毛就暂时这样 等一下还要用眼线笔来画 再用这个五色眼影盘这两个颜色调和一下 去加深一下下眼颜的位置 睫毛根部 还有后眼尾跟眼头的地方也加深一下 这样整个眼妆就会比较有层次感 再用眼线叶笔去加深一下眼尾的眼线 这次的眼线比较短 然后特别主要是画一下下睫毛 再用这个205这一盘里面一个偏橘调的这个颜色 去画满整个卧彩的范围 让整个下眼妆的妆感更浓一点 再用203里面这一个带闪的香槟色 去体谅在眼皮最突出 这样就会让整个眼妆的层次感更强一点 这样一个红棕色感的眼妆就画好了 腮红用的是橘朵的04号色 一个奶油橘色 因为这次的腮红不是重点 所以就腮红就用一点偏自然一点的颜色 画在全口的侧面 这样给有一个修饰脸型的效果 这次用的口红是Foyotoo的新品 它是一个悬掌盖的一个设计 根据炫养的杂质装面 我选的是10号色 一个复古红 涂这个口红之前都不需要做唇部的打底 虽然它是哑光质地的 但是上唇非常的滋润保湿 而且上色特别的饱满 非常适合秋冬 高光也是用的Zen新出的这个单色高光 它是有点橡皮泥质地的 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取粉 因为质地的原因 所以它这个高光上脸非常的水润服贴 可以做那种比较浮夸的高光来用 但是也可以就是用来大面积的局部体量 这样也不会显毛孔 所以高光颜色也比较适合亚洲人的皮肤 就有很中性 完全不突兀的感觉 再画上炫鸭的一个标志性的质 然后喷上保湿的内容喷雾 让刚才的高光更融合一些 整个妆面就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